湯 湯很奇怪 就在不同的溫度之下 不同的心情之下 你會想喝 好比天氣很冷 你會想喝 或者是在戶外的時候 你會想喝一個湯 會讓你覺得特別有幸福感 那今天 我們這邊就不多 無恙 我們有味噌湯 有海帶牙鹹湯 有 chicken corn soup 就是雞肉的玉米湯 然後有蘑菇濃湯 蘑菇濃湯 這個是 有名的海苔 現在排它的順序 海帶牙的鹹湯應該要 再來這是海苔湯 應該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是味噌湯 再來是玉米湯 再來是蘑菇湯 就味道來說 是要依序排過去 如果待會在中間 我們在試喝 或是聊天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看到我臉上的蚊子 記得提醒我 當然你們沒辦法提醒 你可能只有留言 但是我已經被釘了 眼鏡先插一下 蚊子來了 蚊子來了 在這邊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防疫有很多種 我建議你買兩種以上 因為有些蚊子很奇怪 特別喜歡香飽味 好 從第一個 有名的海苔 這個是哪裡的 這是日本的 對 它是日本全家的 日本的 Family Mark 厲害喔 它海苔是很 看到嗎 它海苔是很細的 不是那種我們想說 粗的那種海苔 然後這邊是 這邊是一個 它的濃縮液 摸起來是 感覺上很濃 它不是粉 它調的這個濃縮液 它就非常濃 你看 好 本來是要先喝這個 但是看到裡面的 這個內容物呢 我們先喝 這個 海帶鹹糖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比它淡 但它裡面只有一包 所以明顯 這個一定比較淡 可以明顯看到它是 粉粒狀 一樣 跟我們煮泡麵一樣 建議大家 不要沖太 不要沖太滿 我這邊大概沖個 大概三分之二杯就好了 如果覺得 它味道太 太重 我們再把它加進去 但如果說你一開始 喝下去的時候 就你加太多水就不好 大家現在可能沒有看到 大家只看到 鏡頭只看到我 沒有看到我們整個團隊 我們整個團隊 呈現一種 你知道 在練功的感覺 每個這樣 因為蚊子還滿多的 好 那既然這樣我們這個也沖 好 丟了 沒丟 發現腳也被丟了 杯湯裡面的湯 基本上它會用這些把它包起來 為什麼 因為它這樣的話 可能比較不會受炒 這個是味噌湯 也把它放進來 這裡面還有豆腐 杯湯其實應該 水準都不錯 我曾經在日本喝過一個 我很喜歡的就是 他們講說香菇茶 對 然後喝起來其實就是香菇湯 但我一直對那個茶 念念不忘 乾香菇然後有粉末 然後泡出來 它講茶其實就是香菇湯 好 這一樣一次把它沖滿沖飽 好 這蚊子 它真的也是不留情 來先喝第一個 海帶牙鹹湯 很像什麼 很像那個海帶蛋花湯 裡面有鹹嗎 有 有 有 非常碎 就是海帶湯 海帶湯 海帶湯 鹹的味道沒有 油 品鹹 然後喝起來它也有芝麻 所以吃起來 它那個芝麻香 你咬到的時候就特別香 是一個非常典型 我們從小到達熟悉的 海帶牙湯的味道 這個可以啦 這個做茶泡飯加哇塞會很好 笑什麼 狂抓 等我一下 我把褲子拉下來一點 因為我的中間 褲子中有縫 那蚊子很容易叮到我的腳 這樣應該就不會吧 它叮到 好癢 新平氣 你不是有電風扇嗎 那個電風扇給我一下好不好 讓它吹一下腳 喔 叮到好癢喔 叫我怎麼 如何能夠很認真的去品嘗味道 好 接下來第二個 要把它拌魚 你看剛剛那個 濃狀的那個 所謂的醬汁還在上面 它也有點像味噌 欸不對喔 這個是味噌 那我拿錯了 我還是很像味噌一看 不對它就是味噌 第二個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 不好意思喔 剛剛也被溫茲丁撒 好 再來是日本的海苔湯 全家的 它也是味噌嘛 對不對 日本全家這個也是味噌湯底 難怪它剛剛是這個濃重 早期啊 在那個一些賣日本的那種 所謂的 應該怎麼講 就是 日本食物的那個食品行啊 它很棒的一件事情 來給我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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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是要在海拔一千五以上 這邊我就這樣吹 吹我的腳 我就不信它味噌還會來 那個愉悅的表情不是喝湯出來的 是電風扇 我跟你講 我決定要去買一台這電風扇 是哪裡買的 好 好 它有一個類似像 夫或是 夫大家可能不懂了 你就把它想成豆皮好了 這個 所謂的這些湯啊 或是麵啊 有料麵啊 說真的已經行之有年了 那日本它本身就會調出一個很日本的味道 如果你待在日本曾經待過或是去日本玩 你喜歡日本的食物 這個湯對你來說 你一定會非常喜歡 它就是很日本的味噌湯 但這個湯有一個缺點 就是喝了之後 你就會想吃壽司 因為我們一般都吃壽司 然後會喝點味噌湯 那突然喝完之後就 嘴巴這樣 然後沒有看到壽司覺得可惜 這多少錢 49 等於是50塊 我絕對相信啦 我們現在跟大家講說 這個49塊一定有人會說它貴 我說真的 因為我們做這個一口丁江山到現在 很多人都會去講說 什麼不一樣 但我說真的 好 你覺得它貴你不買它 但是你買別的你就喝不到這味道 就這麼簡單 你不能說我花30塊喝得到 沒有喝不到 就喝不到 就買試試看 因為這是很日本的味道 說真的 你要是說這個煮出來 台灣人煮的 我也不相信 它就是很日系的味道 就很 一秒讓你 你知道 快速移動到日本 但這個好喝 49塊 我覺得啦 我偶爾會買 好啦 我說實話我會買 我會買 因為它真的很日系 很好 柴魚青蔥豆腐味噌湯 這是台灣做的 這是台灣做的 那你就可以明顯來感受一下 以後這個牌子的方便真的不要買 不用 來感受一下台灣做的 是呀齁 台灣做的味噌湯 跟日本的差異在哪邊 首先它的 海帶的部分 它是用海帶牙 跟剛剛日本的那個 類似像糯米 就是所謂的海苔 不太一樣 全身都在癢 腳也在癢 腳也在癢 這樣 然後文字又一直來 你看 第一次一口淨湯喝了 喝了這麼辛苦 它就是很台灣味道 好不好喝 好喝 說真的味噌 除非你討厭味噌的人 不然 你不會討厭味噌湯 那味噌湯再怎麼難 煮得再怎麼難喝呢 除非你味噌用錯 但你主要味噌是對的 它其實不難 嗯 下雨了嗎 下雨 是下雨嗎 是下雨 那為什麼我沒有淋到雨呢 是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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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這怎麼下雨 它並不會抹滅我們 一口定章山的心情 我就是要把它喝完 我才會下去 光線夠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 為什麼雨來那麼突然 你知道嗎 心平氣和 我再把它放進來一點 不然到底淋到雨了 它的豆腐 吃起來 對啦 是豆腐啦 但是跟 真正的豆腐還是有差異性 還是有啦 但是它有不好喝 它是好喝的 為什麼下雨 你喘的聲音會越來越大聲耶 它被雨淋了嗎 它可能也很熱吧 也很熱喔 好 沒關係 還是一樣 我們一口定章山我還是會把它錄完 好接下來我們來弄這個玉米湯 我也希望一口定章山錄這麼 錄得這麼辛苦 一樣 還有這包 這包 玉米湯也不是雲南喝到哪兒去的 因為玉米湯 台灣人太熟悉玉米湯了 任何人都喜歡喝玉米湯 除非你不愛吃玉米 不然怎麼可能會不喜歡玉米湯 喔 它奶粉味道很夠 很夠 那現在比較尷尬的是 玉米湯這樣拿對不對 這個拿這個 不知道怎麼拿那個 好 玉米湯放進來 先放旁邊 開始蓋起來 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個 蘑菇濃湯 一樣 它應該跟玉米湯有點異曲同工 我覺得 好勵志 好勵志 它不是只有勵志而已 為什麼 蚊子來攪局就算了 還可以有下雨 好 現在這個也泡了 好玉米湯拿來 看顏色就知道了 它有點像那個 麥叉勞的那一路 但沒有想像中濃 因為我們一般 台灣人喜歡喝的玉米湯 是要有點濃 有點勾芡狀 它好像還好 它有玉米 但不多 跟我們知道的玉米 其實不一樣 這多少錢 25 25 不行 不太像 但如果說這個你要讓小學生來吃的話 可能會覺得 哇 有點奶粉味這樣 但是跟我們所知道的玉米湯 因為說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玉米湯的時候 我剛剛在倒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粉倒出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它應該跟那種所謂的平價牛排館 那個湯應該會要有點像 因為那個說真的 那個對我們 大部分的消費者來說 它是一個 你喜歡的味道 不管它是不是用奶粉泡的 你每去吃那個 比較平價的牛排的時候 我喝那個湯 所以你要用高標準去講它 你也不好意思 也沒有辦法 但是好不好喝 它是好喝的 那這個說真的 這個會 它不夠濃 所以你會覺得 有點小小的失落 而且重點是什麼 因為它是用杯子裝的 所以你很不自主的 就是想到坊間 玉米湯用杯子裝的 那就是麥叉老 但它的濃度來說 麥叉老大概比它濃的 大概有三到五倍 好 這個 目前排這邊 好 再來 針頭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香氣 好 像你要泡這種濃稠的湯 建議你們剛開始先放 不要多 有點像以前 你們小時候在煮奶粉一樣 有沒有 先放一點下去 先把它拌一拌之後 好 然後再來 你太過分了喔 你 不是屬於我所熟悉的蘑菇湯的味道 當然我必須講我熟悉的蘑菇湯 那個蘑菇下的就不是隨便下的 就下很多的那種 那所以它因為本來做這種 杯湯這種 你就沒有辦法像 像我們在餐廳裡面所吃到的玉米湯 或是蘑菇湯 我換一個角度來說 如果你今天在露營這件事情 因為我既然現在是在戶外 它有可能是一個不錯的base 我說的base是什麼 就好比說你今天有準備玉米 好 這個好了 這個 玉米湯 你如果說好 以這個杯湯來說的話 你如果準備個大概 四碗嘛 抽一百好了 好不好 準備個四碗 那你去買那個玉米罐頭 買一罐 然後把它放進去 那要不要欠 要不要那麼濃 就另當別論 看你覺得怎麼樣 你如果要欠就可以欠 那不然你不要欠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打蛋進去 變成玉米蛋花湯 那這樣的話就大概可以供 我覺得四個人喝沒問題 而且會非常好喝 因為把它當成base 你沒有那個時間 再去調這個味道 那蘑菇湯也一樣 你今天要 比如說有一些 這個露營剩下的一些菇 不管是杏鮑菇啦 紅喜菇啦 香菇啦 蘑菇啦 你就把它切一些東西 把它放進去煮 煮完之後咧 它那個菇的味道會更重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喝濃湯 可能這兩個 它可能不是屬於你熟悉的 濃湯的味道 那你如果說要喝味噌湯 或是海苔湯 中間這兩個 因為價位也不高 也是你熟悉的味道 天冷 想要稍微喝一點湯 是不錯的 但這個 這個 日本的全家做的這個 我們不是從洋媚外 我只是單純以味道來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喝一碗 真的像餐廳 日本餐廳 而且高檔餐廳 你所煮的這個味噌湯 我會建議49塊 你可以喝到 因為一般如果是在 管子裡面好了 你要喝到這個味噌湯 起碼也要100多瓦 對不對 如果說你今天剛好 你今天出來外面烤肉 你又帶蛤蜊出來 丟蛤蜊進去 你這個就高級了 但它的味道是濃重的 也是好喝 今天一口金江山無奈 大家比較辛苦一點 看比較辛苦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戶外 一開始是先是文字上攻擊 中間還有骨頭風出現 然後後來下雨 對不對 直到現在雨也沒有停個跡象 但可稀可喝的一件事情 第一我們錄完了 第二 在我左手邊 我這個朋友 他並沒有因為天雨路滑掉下來 口罩戴好怕被拍到 對不對 好 下一次猜猜看 我們的一口金江山 又會在哪裡跟大家分享呢 戶外可以 麻煩下次我們海拔1500以上 讓我舒服一下 好不好 謝謝大家 拜 在這裡 她的工作 摃到 她 糊子 是 感谢观看